20号 那么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进行 究竟法现在的读书会的讨论 那开始呢 我们先针对诉求提出一个问题 它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苦的止息呢 苦最深的意义呢 是所谓的辛苦 并不是苦的感受 辛苦的意思是 法升起就立刻灭去了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满足的依靠 所以它不可能带来持续性的 真正的满足 不是答案 这个是从最深的苦的意义来讲 那么诉求的意思是 那既然升起就灭去了是空 什么没有人并没有东西 只是法的生命 那既然是空什么都没有 怎么还会有苦呢 我们说没有苦是不是也是适当的 好这个就要回到那个苦是什么 苦并不是法 苦并不像是平静或者是称恨 它是有它不变的特质的 苦本身其实是所有生命法的特质 它本身是一个特质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法 它并不属于心 也不属于心所 也不属于色法 这些心所色法 或者是五欲的生命 因为生命所以因此有这个特质 不能够带来满足的特质 所以我们说五指的是没有一个阿达 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或东西在那里 但是没有阿达 但是有达玛 没有阿达 但是有这些法 就是因为有这些法 才会出现这些想象出来的各种阿达 好 苏琼 这一部分这样子解释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还是阿达这个巴黎文要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对我比较陌生 你说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苦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搞清楚 好 苦的苦 苦胜地 在第一胜地苦胜地 其实有分成三大类 一种我们中文叫做苦苦 这里真的是痛苦的感受 这里是真的只感受 是痛苦的感受 被烫到或者是忧伤等等 那另外一种叫做坏苦 那么坏苦顾名思义 就是所有的愉悦的事情 其实 其实它真正的意义是说 你一直在追求更高的刺激 你永远不满足 你永远都在找更高的那个 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前面有好几道菜 你都喜欢 你吃了这道菜之后 你很满意 可是你满意 你不会停住 你会想再试试吃其他的菜 你还想要再吃 那是贪心吗 那是一种贪心吗 当然啦 所以第二胜地苦的原因是贪 贪就是因为贪爱还在喔 不过这里的贪是指对感官 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指对感官享乐的贪 那 这种贪在第三国的圣人就可以根除了 但是第三国的圣人还剩下最后一种贪 就是想要继续经验 好 不过贪 第四种最深的贪就是跟着无名一起根除喔 所以的确 的确他是因为贪 OK 所以即使没有国法时期 有人知道贪的危险 他才会想要练禅定 他想要把贪把它压下去 他对于感官享乐 他是知道危险的 好了第三种苦 第一胜地的苦 第一到第三种苦就是所谓的辛苦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法 即使是贫静本身也有苦的特征喔 这里的苦其实翻成 不能满足会更精准一点 其实现在是贫静的我们追求贫静 可是那个对于圣人来讲 这也是不可能带来满足的 因为贫静本身一直在生气灭去 所以这个真正的体会要到内观制的第五阶段 真的直接经验法在生灭了 法一生气就灭了 一生气就灭了 一生气就灭了 这个时候对于贪爱直取这件事情才会开始动摇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他灭 我们只看到一直有在那里 因为生气的立刻就上来了 灭了之后就立刻有新的生气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 但是当智慧看到 真的直接看到法在生灭的时候 那看到不是用眼睛看到 是在一门的智慧看到的 慧眼 当智慧了解了 把一生气就立刻灭去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去直取 才会 这个时候的智慧才会被称为力量 他会被称为37道品里面的武力 武力的 那个时候才可以成为武力 智慧才会成为力量 因为他已经开始要去 开始要去拔 这些贪爱的累积的根了 但是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可以那么快就拔掉 好 所以这是关于苦的特征 所以苦是特征 他是任何生气就立刻灭去 因缘和合的法的特征 所以智慧也是苦的 智慧生气就灭了 智慧也会知道 智慧不是真正的依靠 好 这是苦的部分 这样子可以吗 那个 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那我好像有听到 Sara说 在极尽灭盘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苦的 然后他说 佛陀的教导是 有生有灭 所以就有苦 有生有灭 一定有苦 我记得他是这样讲 教导有没有记得错 没错 因为 他在极尽灭盘的时候 他是没有苦的 那我题外话 我是说 题外话 就是说 心经他讲的境界 就是灭盘 这个我们就不用讨论了 我们不用讨论这个 那我现在的华语 就是说 我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说 有生有灭 就一定有苦 那么 我们不是说 有生有灭 所以无吗 因为我们的头 头是生灭的 头生灭 那个地瓜叶也是生灭 那天我们在讨论 昨天我们在讨论 那我现在就是联想 试一下 头并没有生灭 因为头是概念 就没有生起灭去的问题 对 头是概念 只是他的细胞变化 生灭 细胞也是概念 好 我先讲一下那个五 现在苦 第一个苦的部分 没有问题了吧 苦就是生灭的法 都有共同的特征 生灭的法的共同特征 有三个 就是无常 因为他生起就灭去 大家都一样 都是无常 就是因为大家都生起 迅速灭去 所以大家都 都不可以 都不可能是答案 都不会是依靠 所以他们都是苦 那他们生起就灭去 都没有谁可以主宰 谁生起 谁不准灭去 灭去等等的 这并没有存在一个人 所以他们都是无我的 所以他们这个叫做 共同的特征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软硬的土元素 冷热的火元素 你的特征 就是共同特征 各自的特征不一样 但共同的特征 就是无常苦跟无我 好 这个是针对苦的部分 那针对所谓无空 是什么意思呢 空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是法生气就灭去的 我们以为有个人或东西 那这里巴利文呢 人或东西 巴利文叫做阿达 叫做阿达 因为有时候用 有时候用阿达这个字 比较好传达意义 所以这个字可以稍微 稍微记住 阿达就是有一个东西 有个人在那里是不变的 但是并没有这样子 因为其实只有法生气就灭去了 所以找不到 并没有存在阿达这件事情 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灵魂或我在轮回 都没有 所以没有 所以这个无并不代表 因此就不应该有苦 就是没有东西 空不等于苦就没有了 因为法是有的 有法但是没有阿达 有生命的法 因此就有苦的特征 但是并不存在一个人那里 会奇怪吗 听起来会不会奇怪 嗯 是 不是 不是很 不是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 在讨论的时候 有谈到说 有没有椅子 没有椅子 因为椅子是设法 椅子是概念 对不对 我们常常这样讲嘛 对不对 对 没有椅子 因为椅子是概念 那有的是什么东西 生灭的设法 生灭的设法 那这个苦 这个苦不是生灭的吗 苦是个特征 因为这个法的生灭 所以有这个特征 特征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去辨别出来的 就像像 你被火烫大 所以火元素的特征就是 温度嘛 冷或热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经验到它的特征 你可以经验到 呃称恨的特征 你也可以经验到 嗯 比较明显的慈爱 或者是悲悯的特征 这些不同的法 有不变的特征 因此它是法 它是真的 可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刚刚讲过的所有这些例子 都是无常苦跟无我 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个的共同特征 只有在个别的特征 都被体会之后 才会进一步的 知道他们的共同特征 OK吗 诉求 嗯 有一点难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先讲 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讲过了 我有听过一次了 我想我以后会慢慢聊 因为你现在是卡在 你现在是卡在 比如说 比如说椅子 对不对 我们说椅子是概念 可是如果没有法 就不会出现这个概念 如果 如果没有射程被看到 就不会出现椅子的形状 如果没有去 摸它土元素 如果没有被碰触到 就不会有这个椅子 是软软软的椅子 有软垫 还是是木头的椅子 不是硬的椅子 对 所以是透过椅耳鼻射程 我们看这个椅子的木头 味道很像 所以我们透过 椅耳鼻射程 五个根门去经验 各种不同的射法 然后这些不同的经验 综合起来 有了椅子这个概念 有了这把椅子的概念 那所以椅子是在 闭门被想象出来的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 经过射程 或者是触摸的 或者是闻到的 味道的木头等等 我们就不会有这把椅子的 各种描述记忆 所以椅子是因为 因为这些不同的时刻的经验 不同的根本的经验的记忆 创造出来的 但是你一旦看到椅子的那个射程 已经过去了 就是你现在看了一眼椅子 你为什么能够有椅子出现 是因为有射程被看到 不同的颜色才出现这个形状 然后你过了一回再看 那把椅子还在那里 那个是不同的射程 可是那个射程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辨别不出来 它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再过五年 那个射程就会很不一样 把椅子救了 所以它的射程看起来是不一样 但是这里的重点是 有没有射程 有 射程会不会生灭 会 生灭就会有苦的特征 虽然并没有影子 但是有法 所以苦是在的 苦是在的 那么它这个 它这个苦这个时候是在的 那它在那个 极灭的状态的时候 就不在了吗 对不对 极灭是涅槃 涅槃因为不生不灭 所以涅槃没有这个特征 其他生起就会灭去的法 就会有这个特征 那这个特征是由智慧去经验它的 去了解它的 所以只要有法在生灭 这个特征就会淡 就好像 你不能说 那你认为有没有无常 无常就会有苦 就是说今天没有遗旨 那你认为那个所谓的法 所谓的法是不是无常 生灭的无运是不是无常 对 生灭的法就是无常 对 那既然它是无常 既然可是虽然没有遗旨 可是还是有法的无常 对不对 无常的特征是还在的 因为法一生起就灭去 它具备这个特征 所以它既然具备无常的特征 它就具备苦的特征 因为苦的意思就是生起就灭去 所以不能够带来满足 所以你只要想无常的特征还在 那苦的特征就还在 不会因为没有东西 但是我现在有想到说 这个无常会苦 对不对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无常就会苦吗 每一刻都是苦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他丢掉了一百块 他觉得很难过 这样子可以算苦吗 那个难过是苦苦 是痛苦的感受 是不愉快的感受 也是一种苦嘛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辛苦 对不对 好 本来现在你继续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贾 他丢掉一百块 他就很难过 那姨呢 他丢了一百块 他事实上 他并不难过 所以一样是丢了一百块 一样是在这个无常当中 可是有的人苦 有的人不苦啊 但是他们都有辛苦 这两个人不管他有没有 有没有不愉快的感受 但是他不管他们有没有苦苦 他们都有辛苦 辛苦是无名造成吗 对不对 没有辛苦是无法的特征 是只要有无运的生命就一定有 即使没有无名 也还是有无运的生命 也还是有这个苦的特征 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特征 它是法的特征 就好像土元素的特征是软硬 所以你手碰到墙壁碰到什么的时候 当软硬被惊验的时候 就表示那个特征 有一个土元素在那里被惊验了 那只要还有这种射受响情是在生命 就会有辛苦的特征 哦好 那我记得 因为我一直 为什么我会有疑问的原因 是出事一说 因为我们人有的无名才会有苦 因为我们不了解生命的实相 我们不了解生命真正的什么样 这是一种无名 因为我们有无名才会有苦 那如果我们人 进化到没有无名的时候 我们了解生命的实相到没有无名的时候 那当然就没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天昨天的讨论 如果还记得呢 当无名根除的时候呢 就是不再添加轮回的燃料了 对不对 就是火 火就停止在倒 在加材料进去了 所以根除无名的时候呢 不再加新的材料 那火就会烧烧烧就会烧完 所以 无名根除 苦就结束 苦的结束就开始了 然后整个烧完的意思就是 无运不再有了 只要还有无运生命 那个火就还在 只是说无名的根除 的确就不会有再出生了 所以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 当作是同一件事情来讲 无名根除就是苦的止息了 可是更精准的讲 要到无与涅槃 不再有武运生起了 更精准讲 要等火完全灭了 完全完全都灭了 就不再有任何火了 可是在无名根除到火 完完全全灭的时候 还有一点时间 当然经典里面有那种 立刻成为阿罗汉 然后很怕就死了 他其实马上就结束了 可是像佛陀 他从三四五岁成佛 到他八十岁 这四十五年 他那个火还在继续把它烧完 这是没有无名的 不再有新的材料了 可是一直到他八十岁 无云涅槃之后 没有武运的生命 才会停止辛苦 那在这四十五年之间 即使他已经没有无名了 他身体还是会有痛 他还是会饿 所以他还是会有苦苦 那他已经没有什么坏苦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贪爱 想要什么 可是他一样还是有辛苦 因为他的武运还是在生命 好 没关系 你再想一想 你再想一想看看 哪个地方卡住你 有时候我们被一个地方卡住 会觉得过不去 可是一旦那个卡住 一过了回头看 就觉得很简单 我想这个应该比较 不是卡住的问题 而是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所以那个脑袋会撞不过来 我想应该慢慢听 应该会比较会慢慢吸管 你会看到经典里面佛陀会讲 佛陀都会问比丘 那这个言识是恒常还是无常 那比丘就会回答是无常 然后佛陀接着就会问 那如果是无常 它是苦还是舒服 那宇宙就会回答它是苦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逻辑上 佛陀是在告诉我们 因为无常 所以就有苦 所以只要还有五蕴升起灭去 这个无常的特征 只要还在 就会有苦的特征 那可是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如果说是一个圣人的状态 一个已经圆满的圣人的状态的话 他看到无常 他对这个无常 他还会有苦的升起吗 会 这个苦不是升不升起 这个苦是一个伴随的特征 只要还有五蕴在身面 只要无常 只要还是无常 的话就一定会有苦的特征 所以你其实是这一句话 还没有真正的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同意 就是因为无常 所以有苦 我等一下会找一段佛陀 跟比丘的对话给你看 那个对话就很清楚 因为无常 所以是苦 所以只要还有无常 就一定还有苦的特征 那既然五蕴还在 那当然还是无常 佛陀开悟之后 他还是有五蕴在身面 因为五蕴是无常的 所以他还是有辛苦 你现在讲的 我是可以了解你的意思 我可以了解 但是我的心中会怀疑的是 我的心中在怀疑的是 有没有人对五蕴 感到苦的 如果他是一个 我的意思是说 感到苦 所以才会断舍离 就是因为他不能带来满足 所以没什么好在知识了 对 比如说你现在讲的 你现在讲到说 佛陀他还是有母蕴 所以他还是有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去思考 还是有辛苦 还是有辛苦 因为痛苦的感受不必佛陀教 但是辛苦是有佛陀发现的 辛苦是真相 一圣地苦地是知道或不知道 他每一刻都是 所以现在就有 现在因为现在掩饰生起灭去 现在去思考的那个心生起灭去 现在即使有智慧也是生起灭去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无蕴 是可以带来真正的满足的 他的无偿的特征 就会有苦的特征 所以这个只有佛陀发现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人是不可能发现的 好没有关系 那我们这个问题 就先到这边 因为我虽然还是有一些疑问 但是我必须要消化 然后再去想一下 因为他跟你之前读过相信的话 没有一致 所以你会觉得没有融会 融一致性 有点点没有一致性 那总之我们就回到佛陀的话 我再把佛陀的讲的话传给你 让你参考 好 好的 那我们就 第二个问题 对对你第二个问题 你直接跟大家讲 第二个问题 我是觉得说 Sarah她昨天有一个问题 她说 她说 涩华有没有什么 我忘记了 有没有 她她说有问我说 涩华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忘记她用的那个 那我当下的想法是说 那个当下我是觉得说设法 它就只是设成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 苏星我先停一下 设成是设法的一种 设法有28种 设成是设法的一种 那当下我的想法是说 设它只是让我们看的 让我们听到的 让我们看到的 她应该没有好坏 喜不喜欢那种选择吧 她应该没有那种感觉吧 是的 设法本身不管是哪一种 设法什么都不知道 她没有很高兴你看到她 她也没有很害羞 你看到她 对 对设法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设法还是有优劣哦 可是我现在不好意思 我现在也忘记 她说Sera是怎么问的 我也忘记 反正我的答案 跟她的答案是不一样 那就是让我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设法 它就是让我们感觉而已 它应该是那个 没有说什么好坏之类 没有判断 那时候当下我是这样 设法我们 我们确定的设法是不可能惊艳任何对象 所以设法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设法还是有分优劣哦 优劣 比如说 比如说这颗苹果在 这颗苹果在很新鲜的时候 就是说有些 有些设程你看到 你是会觉得比较漂亮的 有些设程 你看到是会觉得比较 没有兴趣在看到的 但是设程本身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有我慢 有心所 但是有其他的名法去经验这个设法 那个名法会做比较 去比较的是名法 但是设法是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是圣人 除非是阿罗汉 都还有我慢在 只要还有我慢在 就会去比较 比如说他可能会去比较 这个人 这个人的智慧比较高啊等等的 还是会去比较这些 什么比较好 什么比较不好 那在我们继续之前呢 我想请问一下 其他人关于刚刚这段讨论 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 比如说Helen OK吗 我觉得大致还行吧 虽然不是觉得很 就是百分之百 你要我再复数一遍 我可能不见得能够 讲得出什么道理 但是听着听着觉得 好像还可以 好 因为 那我讲结论 你再听看看 结论就是呢 苦的最深的 最深的意义 就是现在的法 神情就灭了 因此他有这个 不能够满足的特征 这句话就够了 这句话 真的体振呢 就是第一圣地 真的体振圣地的时候 是同时的 一二三四圣地是同时的 就是经验涅槃的时候 这些都会同时 真正的 真正的知道 不是像我们现在 只是理智上知道而已 好 只要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先记住最核心的 这句话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第六章 因为第六章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没有想要赶第六章 那其实接下来的 六七八九十 在其他的阿比达摩的书里面 比较少看到 像老师讲的这么深入 而且他的意义呢 是蛮深的 所以这几章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好赶的 那在之后呢 其实要稍微加快速度是可以的 比较属于那种 有一点点属于知识性的那种 可以很快的讲 但是在这几章是需要慢慢体会的 慢慢去沉淀的 所以我们第六章可能除了今天 可能还要下一次才要完全讲完 那所以哥哥我们就从四十九就对了 从义处开始对不对 对第三段 好那开始 佛陀不仅解释了心是纯净的 他还使用了义处这个词 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心的特质 处在注释书里描述为居住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 相会的地方 以及原因 心是出生的地方 因为处心所 而其他的心所 会在心里生起 心是相会的地方 因为被经验的对象是来自于外部 比如摄成 声音 气味 味道 和有形的物体 它们会和心 相会成为被经验的对象 至于被解释为原因 这是因为心是处心所 而其他心所生起的因缘条件 如果没有心的生起 心所是不可能生起的 反之亦然 这是巨生缘 每一刻的心都是实相 它去经验一个对象 我们能更清楚了解 心的无我的特质 如果我们知道 心是益处 是其他实相 依靠生起出生的地方 相会的地方 以及原因 即使有因缘条件 让真因 让颜色 声音 气味 味道 冷 热 软 或硬 生起 然而如果没有心生起 去经验任何一个 这些生起的法 如果心不是他们相会的地方 这些对象 也没有一个会出现 那么 可以经由眼睛 被经验的颜色 不会出现 声音 气味 味道 冷 热 软 或硬 也都不会出现 这是因为 心的功能 是去经验一个对象 它是 其他实相出生的地方 相会的地方 而出现的原因 比如 在我们背后的颜色 不会出现 这是因为颜色 并没有核心相会 颜色没有撞击眼镜色 也没有核心接触 因此 心就无法生起 去经验 我们背后的颜色 好 哥哥 我们先在这里停下来 好 那这一段 一段 其实 我们比较少用这个分类 处 处这个字在 八令文叫做 阿雅坦那 在十二因缘里面 我们会看到 无名原形 行原式 等等 最后 那个 六根 就是指 我忘了中文 大壮你知道吗 是哪一个词 十二因缘里面 无名原形 行原式 四元 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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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六 元六入 名色元六 哦 它是 OK 对 这边的六入 其实就是指 阿雅坦那 六个 撒拉阿雅坦那 就是 六个处 就是指这里的 内外六处 所以 当有了 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是六 不是五 因为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心会在 心会在六个地方 升起去经验 所缘 对不对 所以 这六个 这六个根本呢 也是我们所谓的 讲的内六处 跟外六处 好 这个六处 我们很快 找他做一个 分类的解释 所以第一队就是 其实第一队 并没有新 第一队是 射程撞击眼根 这是第一组 射程是外处 眼根是内处 所以 大家还记得 上个礼拜 我们讨论什么是内 什么是外 或者是上上个礼拜 所有的射法里面呢 只有五种是属于内 就是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跟身体的感官 这个深 近射 这五种设法 属于内 OK 好 那第六种属于内的 其实就是 所有的心都属于内 内心 内心 那这个 这个心又被比前面 五种被称为更内 在经典里面 它的描述是 innermost 最深的 最里面的 所以是最难发现的 最难发现 心是在生命的 所以那些禅定 才会不知道 心在生命 他们才会说 心如明镜 很平静 可是其实心在生命 好 那 这个是内六处的部分 那外六处呢 刚刚讲的 射程是第一个 对应眼根的 第一个外 然后接下来声音啊 气味 味道 然后碰触的火 风 这些触所缘 接触到的所缘 火 风 土 这几个都会称为外处 好了 所以这样总共有11组了 剩下的冲通 叫做第12组 就是我们讲 前面五对 就是眼根对射程 耳根对声音 鼻根对味道 气味 舌根对 酸甜苦辣的味道 那 生根是对 三种触所缘 那 第六处 就是心 对上剩下的 其他的法 包括涅槃 所以第六处 包括比如说男跟女跟 贪爱称恨 所以贪爱称恨是属于外处 他还承认跟心一起申请 但是他是属于外处 好 我们 我只是做一个书本上的知识的分类 让大家参考 但是要不要记 不一定要记 有兴趣知道 有兴趣记就记 那重点 重点一定是现在 重点是这个意义 这个意义是相会的地方 经典里面的比喻是像一个针尖 给针尖呢 在那一瞬间呢 这些法全部聚集了 然后马上就崩解了 就从这个针尖的平衡 就离开了 这个才是重点 像现在 像现在 声音被听到的那一瞬间呢 有耳饰 有耳根 有声音 有伴随耳饰的心索 这些法全部聚在一起相会 他们全部 在一起聚会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这样可以吗 对我们来讲 现在能够知道 听的那一刻跟想的那一刻 是不同的时刻 能够开始觉知 就已经算是还蛮不错了 那我们现在只能先知道 他们是不同的时刻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听跟想是不同的时刻 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 听的那一刹那 去听的跟被听到的是不同的法 才有机会 才有条件 慢慢慢慢变得清楚 是不同的 明色分别 才会开始有条件 分别的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太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 全部都昏成一个整体 就是声音听到 已经是无数的新生命了 这句话的意思 也都被理解了 那也都在思考 这句话合不合理了 所以光是听跟想是不同的时刻 就已经 就已经是都分不清楚 好 这是处的意义哦 那 有没有人想补充 或者是提出来问题的 建成 请问一下 之前提到的苦 它是御触 是由御门那边去接触的吗 苦的特征 好 苦的特征呢 色诚也有苦的特征 因为它生命 对不对 现在声音生气就面 所以它有苦的特征 这里的苦不是感受哦 好 那这个特征能不能这个特征能被知道 是有智慧知道的 那在内观智的阶段是在异门的过程 在异门的过程 但是但是在智慧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呢 在颜门过程中设成被惊艳的时候呢 颜门过程中很快就有树行星对不对 那里那里当智慧非常高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无名 没有任何肉了 那个地方是有可能生起智慧的 所以也不能说一定只能在异门才能够了解苦的特征 对佛陀的智慧那么高 它在感官门的树行星里面 也会有智慧生起了解 但是对一般在培养智慧的过程中 一开始都只能在异门 智慧都只能在异门去了解 所以它了解是Nimita 是影子的世界 谢谢 OK 所以我们讲苦苦苦 要慢慢习惯 不是指苦的感受 我们听到苦这个字的时候 一般容易想到受苦 英文的翻译也是翻成受苦 suffering 但是最深的意义是不可能得到依靠 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 请说 可是我觉得问题可能很幼稚园 没有没有就会失望 就突然刚刚听到提了很多的眼门眼视眼根什么的 突然有点搞混 我可不可以就是讲一下我目前理解的 然后请师兄师姐给我执政这样 就是是不是说 射程要先 射程是撞击眼根的 然后眼视是去经验 就是撞击的这个东西 等于眼视是一种心 是这样吗 眼视是国报心 对它经验射程 所以就是 所以眼根是被撞击的 可是它不是去经验的 去经验的是眼视 对 因为眼根也是设法 设法不能经验 眼根也是设法 眼根也属于设法 对它是28种设法之一 而且它是叶 它是叶的产物 就是我们能不能 因为经历的都是叶的 不是所有的设法都是叶的产物哦 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 然后脸红红的 那个火元素是心的产物 是称恨的产物 那这个脸红红 它也是属于 就是生事的一种吗 去感受的 就是生要去感受到的一种吗 你如果气到觉得脸发热 你感觉到热 那个是生事经验火元素 所以这种 由情绪来的 就不是业的产物 就不是 那如果有的人是很害羞 会害羞到脸发烫 这种也一样 一样 一样都是因为心造成的 对 心生色 这个叫做心生色 心就是心脏的心 生是身体的生是吗 生出来生产 出生 出生的生 然后颜色的色 这样 心生 对 心生的色法 心所生出来的色法 心生的色法 对我们讲心 包括心所 对讲心 包括心所 比如说是称恨 或者慈爱 慈爱神的心所 就不一样 对 之前有讲 好像是52个 慈爱神的色法 就会品质不一样 对 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就是射程撞击眼 跟眼视经验 射程 这个OK吗 这个OK 但是后来又听到一个门 什么眼门 这个门又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要查Google 可是查到的 都不是跟佛法有关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好 你问的就已经有点细节了 很好 就在后面会提到 会搞混是很正常的 就是当我们讲眼根呢 眼根指的是眼镜色 这个色法 当我们讲眼门呢 我们讲眼门是指一系列的 心在经验 同一个射程的过程 我们后面 我们在后面有一章会提到 就是当射程撞起眼根的时候呢 一个完整的眼门心路过程 包含一开始的三个 所谓的有分心 然后会有五门转向心 然后掩饰申请经验这个射程 我很快把它讲一下 然后接下来有所谓领受推度 还有确定心 然后再有七个所谓的 善或不善的塑形形 然后再有两个所谓的 比所缘心 这一路念下你不用刻意去记 你不用刻意去记 你真的有兴趣记再去记 但是这里说的重点就是设法 它持续的时间比心还久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么多不同的心 所以哪一个心是由你决定的 没有吧 这个顺序也不是你可以改 佛陀也不能改这个顺序 掩饰申请灭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领受心 佛陀也不能改 所以没有这个心的生命如此之快 这个顺序谁都不能去动 根本就不是有谁可以支配 就像现在 声音撞击耳根 然后就有耳门的心路过程 一样也会有耳饰之后 有所谓的领受推度确定 然后喜欢跟不喜欢这个声音等等的 所谓的塑形性 这些都由不得谁可以决定 那个时候是善还是不善 通常就会有贪爱肉或无名肉 或邪见肉 在这个感官的眼门或耳门心路过程里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细节 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 没有谁可以控制 根本不存在有人 这些法是无我的 不是为了知道这个知识 我觉得可以区分了 谢谢 好这就是如果讲眼根 就纯粹指那个色法 如果讲眼门 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心路过程 了解 好谢谢 好不客气 那刚刚色法 我们把它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们提到夜深色 像眼根是夜深色 那我们生气或害羞的火元素是新深色 还有另外两种 就是食物深色 我们吃东西 不吃的话就会 最后不深色就会死掉 那另外一个叫做温度深色 像外面的花朵树木石头 这是温度的关系 好我只是赶快补充一下 有四种色法 有四种来源 就像我们现在身体 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身体 这个看到的手臂脚 我们的头等等的 这些其实就是这四种不同来源的色法的身体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了 业力是眼界色持续生灭的因缘条件 只要我们没有变成眼盲 眼界色就会一直继续生灭 每当颜色出现时 在那个时刻 心就是一处 是撞击眼镜色的颜色的相会处 撞击眼镜色的色法 成为色处 被颜色撞击的眼镜色 称作眼处 所有在那一刻相会的法 都称作是处 同样的 当声音撞击到耳镜色 而且能和身体的心相会 因此能惊艳它 所以心事益处 是所有正在出现的法相会的地方 注释疏离叙述心事处心所 而其他心所 升起的原因或因缘条件 处心所是52种心所中的其中一种 是一种与所缘接触的名法 处心所的接触 是心理的接触 而物质的接触 并不一样 比如 当一棵树倒下撞击地面时 这是物质的接触 发出的声音 或许会撞击到耳镜色 但是如果触心所没有升起 去接触撞击耳镜色的声音 那么耳势就不会升起 触心所是一种 核心一起升起 并核心一起灭去的名法 触心所和心经验同一个对象 在同一个根基升起 因此 心是触心所生灭的因缘条件 在有五蕴存在的界 心和心所必须在一个特定的色法升起 是心和心所一起升起的根基 眼镜色是根基 它是让眼视和心所一起升起的 一个特定的色法 实相不能单独升起 当一个实相升起时 也必定有其他的实相 与他一起升起 原法是一种帮助 或支持另一个法升起的法 因此很明显的 每一个升起的法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法 因为它依赖其他的法而生起 如果没有因缘条件 就不会有法的生起 好 跟我们先停在这里 好 OK 那我想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一开始眼力是眼镜色持续生命的因缘条件 这个刚好我们有讨论到 那这边有一个很快的小问题 我们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眼镜色在生命 有 是有的 因为小伴点头了 所以 有 其实我们睡觉没有在看 那个眼镜色还是在生命的 OK 因为因为夜变没有停下来 好 那这一段最重要的地方是 其实那每一刻相会的法都称作是处 其实这句话就跟五运 我们现在就有五运在生命 就有运在生命 我们只是把它分成五种 我们把它分成射手想形式五种 所以现在每一刻都有处 我们把它分成六类内六处跟外六处 内跟外而已 这样可以吗 所以当射程撞击眼根的时候 这一刻 这一刻 射程是外处 眼根是内处 眼是也是内处 伴随眼是神奇的心所是外处 但是有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有时候 其实我认为 不见得很有必要啦 这里比较需要知道 就是我们讲处 反正就是法的意思 我们讲运也就是法的意思 Ayatana是法 Kanda是法 都是Dama 其实它有不同的分类的方式而已 在经典里面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所以我们来讨论它 但是它讲的都是那个 我们不用给它名字 老师会强调不用给它名字 因为你真正在直接经验法的那一时候 是不会有声音的 没有名字的 当声音成为被正面经验的对象的时候呢 声音就只是声音 它就是一个 它的特征就是可以被听到 就这样子 不管你是高音低音什么声音 它的特征就是被听到 而且它的本质是无我的 是智慧可以去了解的 智慧可以慢慢的清楚的了解 不会在第一次就很清楚了 但是它会开始出现的越来越清楚 好所以这一个这段重点其实就在于 每一个相会的法都可以称作是出阿亚坦 OK这样子其实就够了 那是大家一起相会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 其实老师引进了因缘条件 这边我就很快讲一下原法 这边讲到原法 在五十一页第二端 原法是一种帮助或支持 是另外一个法生起的法 就是这个跟第一端的最后一句很重要 实相并不能单独生起 没有法是单独生起的 当一个法生起的时候 一定有其他的法一起生起 这句话其实就是诸法因缘生 这句话不要低估它 因为舍利佛尊者就是听到这个开悟的 他是听到诸法因缘生 这些法的生起是有它的条件的 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他当下就了解了不是我要它升起的 是有并不是我能支配的 所以当下他那个智慧就差这么一个 就就就开悟了 好那所以比如说眼根 他会支持眼尺啊对不对 所以眼根在这里就是一个原法 那老师在前面 前面用促心所来做例子 促心所呢 也就是说当心要去经验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有不同的心所的帮助他 协助他 那么促心所的功能就是让 就是去接触 所谓的接触这个所缘 所以心可以知道去接触他 心就去接触他 就去经验他了 那所以如果没有促心所 比如说现在你的周围只有这个声音吗 有很多声音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听到是Vincent在讲话的声音 那是因为促心所 促了所谓的Vincent讲的话的声音 而不是促了外面摩托车的声音 那如果有没有摩托车声音骑过去 听到摩托车的声音 是因为促心所促了那一个声音了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老师他们有提到就是树倒在地上 如果促心所没有生起 就是听而不稳 就是有撞击 但是促心所只要没有去接触这个对象 那当然耳师就没有条件去经验他了 所以这个促心所 之所以老师会特别提他 是因为他在24音源里面 他因此也被称作食源 食物的食 因为我们讲的食源有四种 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物质 我们吃食物 真的是吃食物 另外一种是 你为了要让经验能够发生 必须要促心所 或者经验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因此他被他被他被比喻成是食物 才能够 心才能够心事支流才能够一直继续下去 好这个是这个是老师举例促心所 我猜应该是这个原因 他比较重要 他为什么没有具体感受心所 感受心所也在啊 如果没有促心所去让心经验所缘 促一般书里面的描述是促心所处了 促了这个所缘 然后他的味道才会被感受的心所去经验 然后就会喜欢不喜欢 或是忠心对这个对象的味道 的滋味 这个滋味到底是甜美的还是讨厌的 是文神 就是这里这里这个促啊 我们通常会想到就是那个接触的促 他这个和和这个接触的处是有区别的 就譬如讲我们我们在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呆了 然后有一个声音 他确实是在我们边上发声 但是我们没有知道他 没有去经验到他 呃 就是说他这个声音生成是撞击了我们的耳根 但是没有生起这个呃 心所这个处 啊 但是他有物理上的那个接触 但是没有生起心心 心所这个处 所以就没有称产生经验 没有称产生那个耳事 我们还是在想我们的东西 对 是吧 就是这样 对 就是对外面的外界的声音有时候接触 比如说有车子跌倒了 或者是像有车祸撞了一下 那个会发出撞击 会发出声音来 然后那个声音会撞击耳根 然后接下来 触心所能没有去触那个声音就不一定了 嗯 是是 那眼视也是一样哦 就是说你可能在找某个东西找了半天 他就在你面前 那个触心所就是没有触到那个射程 嗯 就是没有那个业力带来对应的业报 让那个眼视可以去经验那个射程 你应该有找过东西其实就在你面前 找了半天原来就在你面前 OK 好 那 这一段 这一段OK 那么 那 最后51页可以再讲两段吗 因为他刚好跟 他刚好跟应援条件有关 把这两段短短的讲完好了 哦 好 那 继续 不同的法的生起 是不同类型的因缘条件 心和心所彼此支柱 并且一起生起 他们是聚生缘 如果缘法是在他支柱的法之前生起 他被称作 他被称为前生缘 如果缘法是在他支柱的法之后生起 得被称为后生缘 心和心所互为聚生缘 他们彼此依赖支柱 一起生起 一起灭去 当促心所生起 并去接触一个所缘时 与促心所一起生起的心 会去经验同一个对象 不是别的 当促心所生起 去接触声音时 和促心所一起生起的耳势 会去经验同一个声音 好 谢谢 所以你看哦 现在就有初心所 可是我们不知道 现在就有 可是它是属于 不常出 它是不容易出现的 可是现在声音有出现哦 所以有出现的意思是 它可以成为新去经验的对象 或者我们就不会去思考 这个声音的意思了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常常在问我们 有没有掩饰 有没有耳饰 什么 有没有声音 因为这些 这些我们讲很多很多法 可是一般来讲 最常出现的 如果都不能够被了解 那怎么了解 没有出现的 所以我们讲涅槃 我们可以讲涅槃 可是涅槃没有出现 我们可以讲禅电心 可是禅电心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永远只是在想着 这个文字的意思而已 我们就从来没有机会 去真的有机会 去了解真的在出现的法 因为它不出现 就不可能有机会了解 所以有出现的才是 才有机会了解 就这样子 可是老师一直在提醒我们的 好 那老师这边提到几个法 几个因缘条件 有一点点可能我解释一下 聚生源常常出现 应该比较好理解 就是一起 聚生就是同时的意思 同时生同时灭 心跟心所 所以像眼根跟眼视 就不会是聚生 因为眼根跟眼视是不一样的 时间的生灭 而且聚生源 其实只适用在心跟心所而已 好 那这边老师举了一个 比较少 有比较少人去知道的 就是前生源跟后生源 其实也很容易了解的地方 就在于 比如说 射程要撞击眼根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五门转向心 眼视 应收推度 确定才能够去经验这个射程 所以射程对这些后面的心来讲 它是属于前生源 它先有了 后面的心才能够去经验它 所以这个射程本身是所源源 它本身是被去经验的所源 可是同时也是前生源 它是先在那里的 那反过来 后来去经验这个射程的领受推度确定 就是后生源 它是后来的 他去经验这个射程的时候 他比射程晚升起 他是后生的 好 所以今天其实提到了 巨生源 前生源 后生源 然后促心所可以知道一下 这个叫做食源 食物的食 因为它很关键 而且没有他 心就没有食物了 我突然看到陈伟 哈啰陈伟 欢迎你 你如果不方便讲话 没关系 谢谢 好 那剩下的我们就下个星期 把它结束这一章 那如果针对 书本的部分 没有疑问的话呢 既然诉求回来了 我们就继续 刚刚诉求的问题 看他有没有继续 诉求你听得到吗 好 那没关系 我这边 我们就进去两个主题 小主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 老师昨天为什么说 有没有投 当然有投啊 否则我们怎么 用投 总之表面现象 并不是要去否认的 有没有投 这件事情 当然没有啊 那我这样子两句话 是不是很奇怪 一个是当然有 一个是当然没有 因为一个是所谓的表面 在巴列文叫 是表面的真相 另外一个是究竟的真相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了解究竟真相 因为表面真相并不会 并不是巴掌道 所以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 私会的主题 私会的主题都一定是跟究竟事项有关 因为他是 究竟事项是智慧要去了解的对象 也是思念著的对象 思念著的那个是 只是把法用另外四种 另外一种分类法 深受心法来分类而已 所以这边要强调的是 老师只是在强调说 你如果对这个理智上的信心都不够 你是没有办法真的培养 直接经验法的因缘条件的 因为如果我们 我们太深深的相信 有个东西有个人在那里 我们从睡醒到现在 我们真的很相信 看到的是有人有东西的 我们很少很少真的去想 这是法而已 所以老师说的用力都是在 在培养一个因缘条件 去思绘去思考法 那么你为什么会对 思考法有兴趣呢 因为我们的兴趣都在 人跟东西上 如果我们一直相信 有人有东西 我们的兴趣会一直在这里 可是当我们在理智上 真的可以接受 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 想象出来的 所以概念是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是因为你越清楚 它只是想象的概念 它对你的影响就越小 比如说我今天看一场球赛 我支持着球队得分 或者是输赢 我对我来讲很重要 可是电视里面明明就没有人在比赛 可是因为心的扭曲 跟记忆的扭曲 整个就在里面相信它是真的 然后贪爱称恨就起伏很大 这个时候把概念 是现在概念世界里的 可是如果突然你想到老师的提醒 既然没有头没有身体没有人 那有什么 一开始就会思考 射程里面 射程并没有球 他们在比篮球 电视里面在比篮球 射程并不是球 所以那个球是因为不同的射程 才想象的 所以当老师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培养一个应用条件 我们在理智上要信心增加 知识法 只有法 那其他是概念 这件事情才会培养 法对直接经验的条件 因为你才会开始去思考法 否则你不可能有应用条件 直接经验法的 所以重点并不是在强调说 真的没有头 那没有地瓜 什么的 我还是要靠我头 看到地瓜 才能去吃它 想一想要不要吃 这些都不是问题 表面现象继续自然的活着 但是在表面现象里面 也许有思绘的机会 那是因为有文会的累积 文会不累积 怎么可能自然的想到呢 谁会去想到 我们都在 我们在想的都是人跟东西啊 谁有事没事会去想法呢 如果不是因为常常文会的话 好 那这是关于老师提问的 我认为的意义 那 有问题吗 有没有想针对这个 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接下来我需要一点双向的时间 都是我在讲 我们欢迎大家来举例 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私会的 有没有私会的例子呢 我继续一下我刚刚那个打篮球的比赛好了 比如说当我们很投入那个球赛的时候 我很在乎支持的球队有没有赢的时候 这当然是在概念世界里 因为心的称恨贪爱 这是一个不善的扭曲 好 那什么叫私会呢 比如说我们这一章在讲心 我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不对 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心 我们其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心在六个根门生灭 所以这个时候呢 的私会比如说 去想着这个球队赢或输 球队赢或输是个概念 但是 那个去想着这个球队赢的那个想 是代表期望的 贪爱的 愉悦的感受的 这个是真的 那个去想着这个概念的心是真的 那个期望球队去赢的 贪爱是真的 然后那个心的生命太快了 你越是期望球队赢 那你越会焦虑 因为你对结果就越在乎 因为那结果的喜悦跟 聚丧的程度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会有焦虑产生 那当然是成根心 有成恨伴随不愉快的感受 这些是真的 所以真正的世界在哪里 不在那个打电视里面的 打篮球的世界 真正的世界在一门里面 那个贪爱啊 称恨啊 期望啊 焦虑啊 那个去想的心啊 他也过去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 那个世界的北极谈来成恨 那个球队赢或输只是一种概念 也没有人 我们先不谈 没有人在打球 这个先不谈 我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就是一个例子吧 那你越是知道 其实你其实兴奋的 沮丧的只是一种概念 那个兴奋沮丧 其实就会降低了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思考是自然的 我们当然不是一直提醒自己 没有人在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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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曾经有人问过老师说 我觉得学佛法 看电视很罪恶 老师的回答 你不看电视呢 不会开悟 你知道没有人在看电视 你可能会 学习了吗 还没有 所以刚刚那段话 我其实很喜欢 就是 我们好像觉得学了佛法 就应该要认真 要努力 可是老师的回答是 你很自然的过日子 你不看电视 你又不会开悟 可是你知道 没有你在看电视 是可能就会开悟的 当然我们的程度还不会 我们只是在思考 有没有谁想分享的 大家好 我试着分享 看看我的感觉啦 就那天 听到老师和Sara 说是关于投的东西嘛 我就是突然间 就是想起 我们在文字上 学习上是一定的 每个人都知道是没有投 可是老师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不是要 不是要给我们的回答 准确是没有投就过了 不是的 而是要给我们 真正的了解 是真的没有投 那有什么 刚好我是开了视频 我耳朵是在听着大家讨论 可是我的眼睛 可是我的眼睛 看见视频里面 那个zoom里面的video 我就是看到我自己 对 如果我们都看到那个人啊 有头啊 身体啊 眼睛 鼻子 耳朵 可是为什么我们 我们很清楚的是 我们看到的那个 明明是看到自己 在那个video里面 都很清楚的知道是没有投 全部不只是投 连全部的那整个人都不是我们 因为一开始从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了 这个video是只是一个反观 只是一个反射回来 不是我 可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是我们一出生 就是已经习惯了 是这个是我 所以不管是要怎么听也好 就算是跟着知道也好 不是我 没有我 可是那个心啊 也是很执着 很很抓紧的 不放的是有我 就算是已经学习了 是没有我 可是即使上就没有我 就如那个我们看那个 在看到自己在那个视频里面 video里面的 根本都没有我 可是这个是 只是有那个看到射程罢了 然后自己就知道 这个是不是我 不是投 我就感觉到 很好 感觉我也不会讲了 只是尽量分享这样子的感觉 谢谢 谢谢小伴 对老师不是要一个标准答案 那你能够真的体会 有那么片刻体会 被看到的指示射程不是投 即使我们重复的告诉自己 也不代表会增加智慧 但是也许有那么一刻 很自然的就发生了 就像小伴讲 他在那么那一刻 突然就闪过了 就是生起了一个 生起了智慧去了解 被看到的几次射程 那就是一点一点的累积了 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握刀柄 那个刀柄一点一点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的 天天在握是不知道 但是久了就会知道不一样 好 那这个也是一个耐性波罗蜜 好 我想问你 就是老师 就是我们讲 我想提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我是突然想到 我们原来讲到 现在不知道方不方便 就是这个话题 那个有分心 那个死亡心和有分心 它是 我记得它是讲和杰森心 是经验的同一个对象 是吧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对 是 它这个要怎么理解 就是这三个心 它是同一个对象 因为它是同一个业 带来的佛报心 它是同样的业 带来的结果 那么死亡心是它带来的 但是结生心也是它带来的 有分心也是它带来的 对 这个是 它们是同一种类型的 它们是 它们是同一种类型的 国报心 只是执行三种不同的功能 一个是再出生 一个是维持新式滞留 一个是结束这一世 那它是意思是 它们都是因为一个 同样一个所缘而生气的 同样一个业带来的 经验同一个所缘 重点是同一个业带来的 国报 所以它们同一个 它们是同一种类型的 就是因为它是同一个业带来的 同一种类型的 国报心 所以它们当然是经验同一个所缘 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是由于同一个业 明白 明白 反正这个意思我明白 这个概念我知道 他死前突然看到大火 假设有一个人 在他死前看到大火 那通常就是暗示 那是一种可能的暗示 要去地狱的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 那个是在此之前看到了 然后它死亡星生起来了 然后由于有所缘 它就是有一个洁生星出现了 然后同时 那个时候又是有分星 洁生星之后就是有分星 我顺便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比如说叫做Vincent的这一个人 它是有一个业带来的 带来的在出生成为Vincent这个 身为一个所谓的男性啊 身高什么什么的 那在死亡星生起之前的最后一次三业或不三业的时候呢 如果是出现了次散的话呢 接下来因为死亡星生起代表这个业已经结束了 有新的业呢 会再继续这个所谓的新的武运的生命 在造武运 这个新的业呢 产生的第一个国报星叫做洁生星 这个洁生星灭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六个根本还没有继续经验了 我们讲说在在人以人当例子好了 洁生星还没有在经验了 那接下来就是有分心 有分心会一直生命一直生命 一直到六个根本呢 其中一个 一直到根本被外源打断 然后先去经验这个外源 要不然一直都在经验那个上一世的所缘 可是我们不会知道那是什么 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智慧很高的阿罗汉才能知道 所以其实因为洁生星已经不再出现了 我们这个生命第一次生起就灭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洁生星是什么 那死亡星还没有生起啊 你要等着死亡星来 通常死亡星生起我们也不会知道 因为那时候已经很虚弱了 那现在就有分心了 现在每个每个根本之间其实是有有分心的 但是太快了我们不可能知道 是是是 好谢谢我突然想到这么个问题 打断一下 好不客气 那我刚想补充一个就是 老师其实有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Sara有有帮老师多做解释 老师问说 好你知道现在没有头 老师就说 那下一课呢 因为他的意思我们又忘了 我们即使在私会 但是其实我们私会呢 因为累积的累积的这个私会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其实这个私会的时间很短 所以老师问下一课 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下课我们又回到扭曲的世界里了 OK 所以当私会的力量越来越累积的时候呢 它会形成一种保护 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在思考活动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会想着各种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计划干嘛 然后待会要干嘛 没有说这不对哦 这个没有不对 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在概念世界里面 有比较大的贪嗔的起伏 这就是不散 那当我们私会思考活动的话的 这个时间力量慢慢累积 当然累积变强的时候 它会成为一种保护 这也是习性24音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就是习性的力量 好 我只是要分享 我只是要分享一下老师有时候一个问题 它背后是有很深的意义的 老师问到下一课呢 下一课我们就说 我们很诚实 我忘了 又认为有头了 因为累积的水眠烦恼以及漏 总之累积的补散法太多太深 所以他们比较具有主宰的力量 他们生起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才会说 佛法正法是逆着贪嗔痴的洪流 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所以习性不一定是坏的 习性不一定是坏的 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坏的 但是不可能没有 如果说对于社会的累积 也是一种习性的话 那么这个习性就不一定是坏的 对 它会是一种保护的习性 就是你对佛法的兴趣 为什么你会跟别人比起来 你有兴趣 因为这就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力量 刚才连你其实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是在 不断的有六根粗六层 在醒着的时候 或者做梦的时候 那么因为有这个处 所以我们就会有兽聚生 那么它就会被带走了 一会儿就是舒服的 或者愉悦的 一会儿不舒服的 不愉悦的 它就会就到这个里面去了 那我们讲这个保护 就是说当这个保护发生 一直在的时候 它就是说 它没有被那些东西带走 它还是在这个思维正法的层面 是这个意思 是保护谁 是吧 大壮保护谁 对对对 事实上是没有一个谁在 谁被保护 其实就是那个智慧 在连续的发生作用 是这样吧 就是对 因为每一刻申起了不散法 那个也是因缘条件 因为不散的累积 在那一刻不散法必须申起 那不散法也不是谁的 但是这不是一个借口 这不是有一个我在找借口 不是我要撑恨 同样的这个智慧升起 在保护的时候 它在保护心 不要受不散的污染 保护心不受不散的污染 这个时候不受无名 弹害嗔恨的折磨 因为当有智慧升起的时候 一定有瓶颈嘛 那结局是说 它虽然是出现了 那个法师出现了 但是没有受它污染 就是说是处于 就比如说 撑恨当下出现了 但是没有受到它的污染 那意思就是说 没有没有 撑恨升起的时候 撑恨升起那一刻 心一定是污染的 那个时候一定是不散心嘛 可是因为接下来 很可能有智慧升起了解 刚刚的了解那个 那个称恨并不是我的 还有它的姻缘条件升起 不能是别的发生 那一刻那一刻 有智慧升起的时候 当然就是在 当然就是在保护这个心 免于不散的攻击 免于继续被攻击 对吧 就是 对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真正的重点 其实但我们是有点用比喻 什么攻击 那基本上就是 把在生命而已 你越是我们在学什么 我们在学佛陀 告诉我们真相的描述是什么 我们在了解真相 是什么一回事而已 嗯 他就是说到习惯的思考 嗯 当当思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或者是习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不是他这个 就是说承认他就 没有因缘条件 生起了 那个时候他的保护就是说是 是连续性的 那个要第三国的圣人 要第三国的圣人 但是从一开始就要开始去了解 不是我在想 不是我在想 不是我在私会 是 只是法在生命 只是有智慧升起来去了解真相是什么 有智慧升起来 或者是有心去想佛陀的话 不一定有智慧 心升起来 比如说诸法无我 当我们想着这四个字的时候 不见得有智慧在想 可是这四个字可以被记住 可是常常在讲 常常在讲 也许哪天走在路上 被看到的只是射程 这句话我们现在听到不见得有智慧 可是被看到只是射程 并没有人 并没有头 比如说像小范 突然听到老师这么讲 他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有那个因缘条件 升起了感激了那一句话 所以当我们在文会的时候 文会的时候不一定有智慧 但是他还是会累积 他还是会累积对于这个描述的话 因为你常常听 常常听就会想到 那你想到的时候 就有可能有智慧了 有智慧了 他和那个智慧连续的 连续的其保护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他有智慧了 其实在那个 那你马上反对过来 智慧够高 以及他有条件连续升起 因为他其实智慧升起 心有智慧伴随的时候 也是很短暂 那下一刻心 还有没有智慧升起 不知道 就像我们升起的时候 通常是连续一直滚雪球 越来越气越来越气 但是他也不会无止境的下去 他也会挺 那智慧通常没有那个力量 达到一直一直 一直在升起 一直在升起 所以有时候片刻升起 我们不知道 有时候智慧升起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智慧没有成为新的对象 所以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握刀柄 你不知道刀柄在变化 一直到很久才发现 因为智慧升起来 你并不知道 是他可能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突然发现 就是像刀柄一样被抹掉了 有多少了 好那我想最后一句话想要提醒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痛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的时候 是你吗 你能够去感受沮丧的并不是你 去感受痛的并不是你 是感受这个心锁 是感受这个法 智慧能不能有经验痛 他一定有平静伴随 他不会有不舒服或者痛的或者是不愉快的感受伴随 但是心可以知道痛啊 因为痛成为一个所缘 心会心可以经验这个痛啊 心经验这个痛的时候可以有称恨 就心称恨这个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是心称恨这个沮丧 这个这一个所缘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一定都是觉知 注意到痛不等于是觉知 通常是心知道 心在经验痛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被烫到了 或者是我们觉得沮丧了 自己的球队输了 支持的球队输了 然后那个沮丧成为心去经验的对象 那在经验的时候是称恨 然后更沮丧 或者是愤怒 嗯 但是不是你 不是你去 不是你去感受痛 你没有办法 没有你可以感受痛 是感受那个法在感受痛 是记忆那个心锁 在记住这个痛 是 好这个是我想最后再分享大家的 所以 无韵都不是你 是 这很重要 就是我们平常去看到外面的这个摄像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那个颜色啦 那个声音啦 那个那个七七八八的气味味道 而知道他不是我 他就是出现了啊 他没有呃怎么好像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感受 那么在这里面的这一部分就是 你去情绪的不是我啊 那就是说情绪也不是我的 对 那就是说当这些情绪的感受他出现的时候 他也是像这些外面的那个法一样出现 他也也就是说他也不是谁 也就是他出现了而已 所以嗯 就是说那个情绪和感受就没有随着他去怎么样 那个就是就是就是说里面是是这种状态的那个 保持的话 他就是说是是处在 应该是就是说处在了那个正念当中 呃 如果讲正念的时候是直接经验法 如果是属于私会 比如说呃 突然有情绪起来了 然后去思考 这并不是这个情绪呢 是一种法 并不是我 这个时候的思考 如果是有智慧伴随 那是理智上的智慧 也会有平静 但是这个时候还称不上正念 但是这个要不要保持 当你想要保持这时候就就不是了 你想要保持有正 有所谓的正念 或是你想要保持都能够私会就不对了 嗯 对 就是就是我们想要去保持他 这个是不对了 但是就是说 呃 就像当但是这个保持他又是对的 那么那么 这个 什么因缘条件可以保持 要有那个因缘条件可以保持 一直在智慧有接续的升起 所谓的保持就是智慧一直升起 灭了下一个还又升起了 又升起了 灭了又升起智慧 这个要因缘条件 不是我想要他这样的 对对对 是的 但是最后他形成了这种习性的话 他还是还是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一个念头出来 现在这个是好的 是有智慧伴随的 我我我反复的就是加深这个 这个认知 他是不是也会 慢慢的形成一种 所谓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一种 他会带来这种 潜意识无意识的话呢 如果是潜意识跟无意识 当然就不是智慧 因为你都 那也不是智慧 对对对 那个其实有一个 我觉得这很好 我想要变成我的一部分 把习性当时是我的了 对对对 把私会是看成是我的习性了 是的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很细微的差别 这个对 我们对无我的意义的 意义的了解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细 对 所以所以他没那么快 慢慢来 所以最后的分享 就是提醒大家 法并不是我 OK 不管是哪个法 不是我的经验 好 那就 大家晚安哦 有什么问题 就群主在讨论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晚安 谢谢拜 谢谢大家 拜 谢谢大壮的问题 李李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